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玛纳。 今天,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圣经。 请你, 如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玛纳。 一段经文, 一篇灵修小品, 一篇信息, 一个祷告。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玛纳, 陪伴你每日凌莎。 欢迎你收听《抗野玛纳》这个节目。 今天的《抗野玛纳》是 《不要枉废》。 在这一集, 我们先来默想以下的一段经文。 《马河福音》十四章, 三至九至。 以及和您分享一篇灵修作品。 《马河福音》十四章, 三至九至。 耶稣在八大利掌大麻风的西门家女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珍拿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囂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狠不起穴, 说, 何用这样枉废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制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他爸,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囂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情之中, 那位antes complet�, 尸 照顾, permontrable 谢收看, 彩礼文。 都口哮 стр Could be 毅能之 unity 金尹金据得phonetic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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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甚麽我要埋葬在污垢的泥土里? 我明明可以在彩虹里闪烁发光 就好像翡翠宝石一样 为何我要深入在泥土里让自己消失? 精灵同意的话 是 但如果你落土里 你将会得到更美的形态 在美丽的花粉里 在轻香的玫瑰里 在类类的葡萄之中 最后 这个胆小精营剔透的雨点 流下一滴后悔的眼泪 在泥土里消失了中营 很快的 就干渴的土地吸收了它 人们也再看不到它了 但是 你看看 那边的白盒花吸收水气 大马士甲的玫瑰吸入了新鲜潮湿的空气 更远的葡萄有了活水的泉源 不久 小雨点变成雪白盛开的白盒 化为玫瑰浓郁的香气 成为了串串紫色的葡萄 到了那个时候 他又遇见了天空的精灵 他说 是呀 我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经过更美的复活 现在我活在更高贵的任务之中 活出了更丰盛的生命 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明天我会跟你分享一篇 不要枉废的文章 愿主向外 上上与你同在 梁有电台原创节目 旷野玛拿 作者 孙大中 有故事的声音 有故事的声音 收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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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